二楼的张先生在这里 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 在二十 像这个雕方还是保持原来样子 没什么别 像这个墙 原先是红的 黑的 这就是保持 因为我们现在搞了有些可能 如果搞成原先的样子 特别好看 原先是红的 红的 这边红的 这边黑的 搭配的 如今张先生家中干净整洁 墙面虽然已经有些斑驳 但还完整保留着精美的拱旋 和扇形大窗 透过这里 人们仿佛看到 当年犹太居民在这里生活的场景 原来犹太人居住的时候 他与他们的居住方式 犹太人的居住避难地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所以我们希望这房子 能够原样地把个流程 有了房子 你才有回忆 现在你才能有乡筹 才能回来看看那房子 所以各种 老你还回来 可给你还有吧 有的啊 这里成为历史风貌保护区后 时常有当年生活于此的犹太人回来 寻访当年的印记 2006年 是一个栏杆的 他走过去 就是摸到栏杆 走到他原来住的那家轮口 站起来以后满年累水 十几年过去了 当年在这里得到庇护的许多犹太难民不断离世 但他们的子女仍然会来到这里寻根 追忆父辈当年的历史 2017年9月 来自美国的伊莲娜 第一次来到这里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在提兰桥 父亲当年曾经住过的房子 仍然完好 我都被吹吹了 我没想到 我都在同一个地方 这就是75年之后 房子还在那里 在长达十年的艰苦岁月里 犹太难民得到 虹口居民的接纳与帮助 他们友好相处 患难于共 经过多年的保护和修缮 犹太难民曾经居住和聚会的场所 摩西会堂就职 犹太难民收容所就职 远东返战大会就职 中山路民居 美游联合救济委员会就职 霍山公园等大批历史建筑 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这些老房子 见证着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也见证着两个民族 同甘共同的情谊 犹太难起点地 把它保护下来以后 就是中国人和世界各个人民 共同拥有的 一种心灵相通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是靠什么 靠历史建筑 靠历史场景 靠历史遗存 他说流程的人文情怀 流程这些建筑 流程这些城市的这些移层 这个就是历史的建筑 绝对 就叫人家赚 那有点好 这些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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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 那有点好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